刚刚有几位好朋友问起我,什么叫做无鬼运材? 在茅山树里面有一个法术叫做无鬼运材,也就是很多人都会听过无鬼运材 有很多人把无鬼运材当成是用一些小人不正当的方式去把人家的公司行号或是家产,通通把它弄光了,把它移光了,就是无鬼运材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茅山树的无鬼运材,就是我刚刚跟他们讲的 无鬼这两个字其实不是真的鬼,它只是说我们四面八方或是我们这个地区没有被供养的这些灵魂,这些灵,游入亡魂 或是没有被法师一些后代子孙把它归位的这些灵,那我们茅山树或是有一些法师,他会运用这些灵来做一些财运的方式 帮助人家财运,所以我们称为无鬼运材,那这些灵呢,我们也有人把它称作五方土神 像那个山上啊,山上的土神啊,坟墓啊,这些土神,我们运用他们来,我们给他一些纸钱啊,给他们一些方法,咒语 然后请他们来帮助每一个人的财运,简称为无鬼运材 谢谢,谢谢 谢谢